火吊人員重返現場進行調查 釐清火災發生原因 初步發現透天錯一樓 堆放大量木材以及塑膠袋 4號凌晨台中厚禮發生 民災火警造成三死一傷 家屬推測或是可能是 從三樓的神明廳冒了出來 火災的地方是三樓 那三樓的格局是說 有很多的隔間木板 有隔間木板沒錯 對隔間是木頭的隔間 有一個神明廳 原來透天錯三樓的神明廳 疑似是起火點 隔壁舊室22歲黃姓死者的房間 再往下走舊室祖父母的臥室 火警發生當下三人都沒能逃生 加上多位木頭隔間 也是助長火事延燒的奪命關鍵 那因為這個內部的隔間 大部分都是用木板 所以造成在火事一起來的時候 一花不可收拾 那造成這個大量的熔煙 民宅門口堆放紙箱 以及各種回收物 因為死者黃姓老翁 退休後就開始以撿回收補貼家用 並負責照顧患有癲癲的孫子 他就是跟阿胖阿嬤在這邊 他沒有人去 有工作嗎 沒有沒有 因為他有一點不方便 所以他沒有在外面工作 他們其實很勤勞 就是回收分類 那他們生活應該是沒問題 他們但是就是很苦力的 這樣進進出出 透紅的都是回收分類 一家九口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卻不幸遭遇死亡火警 釀成三死一傷的悲劇 家屬傷心難過 常年相處的左林右舍也不敢置信 金淳趙正林 孫敏芳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